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诸葛亮说 物以身贵而见人 一个人可贵之处 不在于其地位的高低 财富的多寡 学识的深浅 而在于他是否懂得尊重他人 真正有修养的人 从不把优越感写在脸上 而是将谦卑装进心里 只有当一个人无比深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 才会对人产生体谅 学会尊重别人 时刻保持一颗慈悲心 不轻易责难别人 有修养的人都懂得尊重他人 人际交往中有三种态度 俯视 仰视和平视 俯视者态度高傲 目中无人 小看别人 仰视者性格软弱 小心谨慎 看清自己 平视者不卑不亢 既对别人恭敬 也令自己庄重 真正高贵的人 往往不会炫耀自己的身份 不会以打压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 曾看过一个视频 有一辆三轮车蹭了一辆宝马 宝马车吓了个男子 穿着一身名牌 长相彪悍 把其三轮车的大爷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男子看了一眼自己的车 转身就在车上 拿了一根铁棍下来 看到此情此景 众人都以为他要报复 暗自为大爷捏了一把汗 可出人意料的是 宝马车男子 只是往三轮车上刮了一下 便风轻云淡地对大爷说 扯平了 你走吧 我明白的人 往往都专注自身的修行中 正如上面那位宝马车主一样 他不在乎别人以貌取人 他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而那些内心空洞的人 才迫切地希望 通过各种标签向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 苍阳佳措说过 对人恭敬 其实是在庄严你自己 活得通透的人 才不会看清别人 看重自己的身份 他们深知 要想让别人发自内心地恭敬你 你也必须懂得发自内心地尊重别人 做人最忌讳的是 不懂尊重别人 主持人孟非曾言 所有的优越感 都不是来自容貌 身材 知识 家族 财富 地位 成就和权利 他只来自缺见识和缺悲悯 他有身份感与优越感的人 不过是欠缺同理心 不懂换位思考的自私余味之人 若只是为自己考虑一切 以自己为中心 不过是自欠深渊 自己孤立自己 须知 从外部做出比较而获得的优越感 容易让自我陷于膨胀当中 会自负 看不起他人 渐渐地 朋友 家人会远离 从内比较 即自我比较得出的优越感 能够清楚地知道 人与人的差别不在具体的财富 而在于认知和自我修养上 人走在社会上 刚开始或许要靠本领吃饭 但越往后走 越是要靠口碑和声誉 一个人的口碑和声誉 是如何积攒的 都是从尊重别人开始的 一个人若能顾及别人感受 将心比心 体会到别人的不义 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与信任 每个人生而平等 没有谁会比谁更高级 学会尊重别人 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 不懂尊重别人 会毁掉你的生活 身份只是一个人的标签 就如同名字一样 只是代号而已 若太过在意这个代号 便是画地为牢 是一种无形中的束缚 导致自己进不了 也退不了 就像之前重庆打人 保时捷女司机的事情 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重庆与北区某街道上 一位驾驶红色保时捷的女司机 在斑马线上违规掉头 因为掉头扰乱了交通秩序 女司机与另一辆车的男司机 发生了口角 口角中 女司机突然给男司机一耳光 男子反手还击 女子头上的帽子被打飞 随后人民日报微博发布消息 该女子因违章被罚250元 扣两分 正如一位智者说的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而且是有征兆的 为什么女司机敢一言不合 便大打出手 没有一点迟疑 经网友深挖 原来女司机的丈夫是派出所所长 无形中给她一种身份感 自觉高人一等 养成了她强势的性格 身份感太好的结果就是 她的丈夫被立案调查 最终被免职 自己也要面对各种舆论压力 可谓是一地鸡毛 由此便发现 一个人若总是太在意身份 往往会助长自己的傲气 傲气一旦产生 便会为自己埋下隐患 种下恶果 很多事情都容易行差他错 最后导致自己 甚至是家人 为这份恶果买单 为人还是谦逊点好 千万不可自持身份 傲慢无礼 这样只会显得你没有教养 甚至还会为自己带来灾祸 一代宗师有句话很值得回味 人这一生要见众生 见天地 见自己 见了众生 明白了众生相 所以宽容 见了天地 体会了伟大与渺小 所以谦卑 见了自己 感受了本我和真我 所以豁达 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人 往往有一颗慈悲心 诚知一切都值得被尊重 因为每个人都不想被粗糙对待 只有把别人当自己 你才能获得更多快乐 多一份共情和尊重 才能让这冰凉的世界 体会到多一点温暖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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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